叫回锅酱猪蹄 外焦脆内脱骨 酱香浓郁还有嚼头的回锅酱猪蹄 我们马上教给您 猪蹄也能回锅做 这样做肉汁有嚼头 肉一抿就化 最关键的是 回锅之后还有一层脆皮 那口感下饭下饺都好吃 这猪蹄还有酱香味 就跟酱肉一样 那么入味那么解馋 可是这猪蹄做熟了再回锅 麻烦不麻烦呢 只要三步就能做好 简单三步 巧得外焦酥内脱骨 一抿就化的回锅酱猪蹄 做这个回锅酱猪蹄啊 工艺特别简单 首先第一步 咱要把这猪蹄处理一下 制作猪蹄的第一步自然是焯水了 不过要想把猪蹄的新山气去干净 而且还不影响口感 这水温可是有讲究的 所以你要记住 要等着水半开的时候下猪蹄 焯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猪蹄处理好了 下一步就可以炖制了 首先咱要把那猪蹄 整个放在高压锅里 什么什么 整个放 咱们平时卤猪蹄的时候 可都得把猪蹄切块再下锅 这样才好入味呢 咱们这个猪蹄做的时候 首先要先炖 后切 再回锅 肉味啊都在那个回锅那一步了 所以咱们现在整个下锅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还要加一样东西 就是它 它 这不是西红柿吗 您看牛腩不容易炖烂吧 但是西红柿动牛腩的口感就特别好 就是因为西红柿有软化肉质的作用 原来如此 您记住了吗 猪蹄下锅再放了花椒 冰箱 香叶和桂皮 这些常用香料之后 一定要再加上一个切碎的西红柿 帮助猪蹄软烂入味 加入没过猪蹄的水 这样啊 这炖煮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压猪蹄的火候 你要炸好 高压锅喷气以后 大火十分钟 再改小火十分钟 这个时候用筷子一戳 这猪蹄就全烂了 而这个时候 就可以进行我们这道回锅 酱猪蹄的最后一个步骤 炒制了 您注意啊 咱们采用一种半煎半炒的方法 就是咱们让猪蹄在油里边煎一会儿 咱们再翻炒 再煎一会儿再翻炒一下 这样咱们一直循环 直到猪蹄表面都焦碎了 才能进行最后的调味呢 原来如此 这个让猪蹄表面焦香的方法 您记住了吗 猪蹄块下锅以后 一定要半煎半炒 隔一段时间翻炒一下 等到猪蹄表面变得焦脆了 这才可以开始调味儿 加入小半碗的生抽调料 再下三勺蚝油提鲜 一勺冰糖上糖色 最后用小半杯的白酒进一步去腥增香 加水焖上十分钟之后 在大火收汁 前后三步外焦里嫩的回锅酱猪蹄 可就做得了